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诺生死一笑安装 如今天下是非不必携手成忽悠 正是一路荆棘还曾回过头 怀疑平身风雨同舟 见风催过没人久 才不忘红尘一走 三分对一丝海忧 五湖去交流就终 齐吹剑下多少生死不朽 想来一护旧交往 再问清仇 山庄海月尽我游 如潇潇天涯共变中 高姑娘 来 我敬大家 吃吧 师姐 你说这上官公子 会把美人图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吗 七霞山庄一向形式正派 上官如风 也素有狭义之名 这次把我们召集到这儿 应该不会食言吧 如果 我们真的可以通过美人图 拿到清风十三世的后四招剑法 那我们华山派就可以振兴了 我爹 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那上官少侠 就是我们华山派的恩人了 那就把我的林师妹 嫁过去报恩好了 师姐 各位都到了 亲老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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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各位请坐 请坐 现在有个好消息 由上官少侠来告诉大家 诸位 美人图作为本次武林大会的特别奖品 此前又金钱被赠予我 在下本应感到高兴 但我甚知 这美人图其中牵扯重大 江湖传言 当年神水宫派人盗窃 各派武林绝学 然后将这些绝学 藏在一个神秘的地方 而这美人图 就是找到这个地方的关键 据我所知 在座的当中 就有门派武功绝学 被盗窃 以这门派武功传承断绝的 还有各门派中 费尽心思沿袭出来的武功 也因此中断的 美思及此 我深以为谈 于是我决定 将这美人图贡献出来 陈锋 美人图中的宝藏 就在回魂谷 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 去谷中 找到各大门派 失踪的秘籍 好 好 好 两姑娘 你可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小公姨让我告诉你 她跟小寿舍回出府了 楚云萧伤还没好 她回去干吗 我也不知道啊 她俩着急走 小公姨撂下这句话 就离开了 我说冷大神医 我可等你半天了 你干吗去了 楚云萧刚恢复记忆 我给她抓药去了 什么 恢复记忆 你带我去一趟厨府 我路上跟你去 爹 你还知道回来 爹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儿子了 好端端的怎么说这种话 你当然是我亲儿子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快去房间里休息 我让人去找大夫 爹 你还要忙我多久 我姓铁 不姓楚对吗 小儿 小七 你乱跟小儿说什么了 少爷她想起来 五年前被刺杀的事了 小儿啊 走 我们去屋里说 小儿啊 这么多年 我一直瞒着你的身世 就是不想让你 卷入这朝堂的争斗 让你 能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 既然 你想起来了 我也不能再瞒着你 您不是我亲生父亲 我姓铁 不姓楚 对吗 小儿 你冷静点 冷静 我怎么冷静 我活了二十五年了 您突然告诉我 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 我怎么冷静 你家少爷呢 正在和老爷说话呢 在我眼里 你就是我亲儿子 我 就是你亲爹 爹 我的亲生父亲 到底是谁 当年 那些人 为什么要追杀我 这事啊 说来话长 你的真名 叫铁城阳 你亲生父亲 铁中堂 原本是我同胞 是当年的镇国将军 后来 他被朝廷奸人陷害 祸及全家 只有你一个人 被铁家死卫送到我府上 那些奸贼 想要斩草除根 追杀而来 导致你失忆 我为了保护你 就隐瞒了真相 将你当亲儿子一般养大 小儿 爹 您说我亲生父亲 是镇国将军 曾经受命 剿灭神水宫 这事 过去好多年了 你怎么知道的 姑娘 你怎么站在门口不进去啊 星儿 星儿 小儿 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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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到这处红色的床 像你相声着悲伤 越掩饰越险的荒凉 风 又掀起回忆的波浪 一层层搭在我心上 你的过往 星儿 如果说声情总被惊伤 何苦抓着爱不放 只怪年少喜欢 醉心儿愈何情长 就愿我一个人去知光 祝愿你的余伤不悲凉 反正思念在场 不过一生那么长 何必谈也太凉 何必谈你难过 就愿我一个人去留下 你别过来 星儿 别过来 星儿 我现在脑子里一团乱吗 你给我一眼时间 我会查清楚 好吗 查清楚 有什么好查的 沙漠之仇不共待天 你再过来一步 我就杀了你 就算你要杀我 我也不会离开你 行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做你的将军公子 我只是个平民大夫 我们原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从今天开始 我们老死不想往来 你 是 你 我 你 我 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老死不想往来 拿酒 卓大哥 你的伤怎么样了 我上次去客栈看你 被冷星辰给拦住了 后来我知道你回家了 我好不容易才过来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小丫头 你也不大呀 干嘛叫人家小丫头 卓大哥 你是不开心吗 我听人家说 人啊 在开心的时候 跟朋友开怀倡议 不开心的时候 就一个人喝满酒了 此话 千真万全 那 你是不是因为受伤了 所以才不开心啊 这身上的伤 好得快 带心结 难结 不管你有什么心结 我都会陪你一起结的 这结 要是这么容易结 那就好了 铁架 出家 深水宫 少爷 你不能再喝了 你的伤还没好 我好不好 跟你有什么关系 别当我没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还和我爹一起来骗我 我来啦 你们干嘛呢 这大白天你俩在这儿身情对视好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两个 好了好了好了 都是自家兄弟啊 有话好好说呗 你 你 要不 你过去看看 来 去吧 小冲冲啊 甭管你是楚云霄还是铁成阳 你永远是我兄弟 我永远挺你 但这酒啊 可不像你这么喝的啊 我胡婉花别的不行 还陪你喝酒没问题 咱们来一个 一醉且千仇 来 可这醉啊 也只能醉一次 我胡婉花喝了这么多年酒 醉知道酒醒之后 该面对的还得面对 当务之急 咱们是不是应该 把冷姑娘给追回来 江湖醒 她一个小姑娘宅在外面 你能放心 我现在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 上一辈子的恩怨 早就随着上一辈子埋土里了 管你俩什么事 要我说 这冷姑娘啊 就是一时冲动说了气话 等她冷静下来想明白了 就好了 小双双 一直以来都是我听你的 这回你得听我的 你俩不就是一时冲动吗 相互埋怨了几日 等找到了 见着面了 说开就好了 找 怎么找 江湖这么大 她要诚心躲着我 我上哪儿找 放心吧 我胡万华干吗的呀 就算她躲到天涯还小 我都能给你打听出来 等着 老人家你怎么了 你是谁 为什么假扮老人 老兄 我 什么 别人 懂 为什么 你一样 вер 大人 你 她 你 那是 陈锋 怎么停下来了 张主 冷姑娘在路边昏倒了 上官公子 冷姑娘 你醒了 我怎么在这里 我们刚刚路过子弟 看到你在路边昏迷 所以 我的项链 是丢了什么吗 我娘给我的一条项链 你先别着急 我派人去帮你抢 多谢上官公子 她是一条很普通的项链 恐怕很难找 你放心 不管有多难 我都一定帮你找回来 对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带领大家 去寻找美人图中的宝藏 更想路过这里 美人图在你这里 星辰 你现在在哪里 我的手下认出了美人图背景上 画的是维纹链 所以准备牵挂 来来来 我看出来 她是从彦煌 我总会派的 你的拥收 我找人 那我找人 我找人 我潜入 你觉得我的邦 我找人 我们找人 我的邦 我我们找人 都带 Kansas 我送你 我 我们快乐 小丑丑 小丑丑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知不知道 冷姑娘跟着一帮武林人士寻宝去了 寻宝 七霞山庄的上官儒丰 获得了武林大会的第一名 拿到了美人徒 但是他没有私藏 而是带着武林人士们去寻宝了 刚才他派人送信 路上碰到冷姑娘 一起前往回魂古纳 你不关心美人徒也就算了 冷神医可是跟着一群各怀鬼胎的武林人士一起寻宝 你不担心 我担心有什么用 他都已经恨透了 根本不想见我 那你就这么轻易放弃 在我心中 楚云霄可不是这样的人啊 劝劝他 少爷还在生我的气 我说了也没用 楚云霄 你差不多行了啊 好 来 喝酒 我陪你喝 咱们吃饱喝足了上路啊 你去寻女人 我去寻宝 来 我不去 要去 你自己去 你咳咳咳我 明明已经吃过药 也扎过针 没有任何一张 怎么犯了头痛 莫非 是中毒 一定是那时候 公子 大家都已经安顿好了 这客栈就在回洪谷脚下 今晚我们稍作休息 明日一早就启程去回洪谷 好 赶了一天的路 你也辛苦了 快去休息吧 是 雨龙 不知冷姑娘休息了没有 冷姑娘有些头疼 所以早就休息了 你去准备一些 上好的凝神药草 明早给冷姑娘 送过去 是 公子 你对冷姑娘真好 她知道了一定会开心的 去吧 也不知道 楚云霄现在怎么样了 冷神医可是跟着一群各怀鬼下的武林人士去寻宝 你不担心 爹 小儿 我是来跟您辞行的 我还是放不下星儿 也好 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 你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给你的生活 未必是你想要的 但有一点 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您也保重自己的身体 谢谢你送过来的药草 我喝过了 已经好多了 冷姑娘不必跟我客气 今天头还疼吗 暂时还没疼过 可能是因为昨天受到了惊吓 才会频繁头疼吧 冷姑娘 您放心 这一路有我上万乳风在 一定不会让你受到山海的 庄主 走吧 楚大哥 你们看谁来了 高岳 武林大会结束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你们的踪影 我好不容易打听到 你们都回了楚府 你们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说走就走 也不打一声招呼 也太不够义气了吧 好了 大家坐下来说吧 你们知不知道 这次武林大会结束之后 发生了一件特别热闹的大事 你是说上官如风 带着大家找秘籍吧 不愧是胡大哥 你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 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 我当然知道了 我们也正要去回魂谷呢 那高姑娘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本来也打算和其他武林门派一起出发 不过现在 我这不是来找你们了吗 好 既然大家都要去回魂谷 我们可以一起结个办 我家离回魂谷也不远 现在出发 或许还能跟上其他门派 好啊好啊 我们一起去吧 楚大哥我也要去 我要去找我哥 不行 去回魂谷的路途非常危险 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有楚大哥在我才不怕呢 楚大哥 你会保护我的对吧 好吧 事不宜迟 我们出发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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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 好 冷姑娘 你还好吗 没事吧 没事 有点头晕 陈锋 你去告诉大家 今天在这里稍作休息 冷姑娘身体不舒服 我们明天再找 是 不用不用 我能坚持 冷姑娘 你千万不要勉强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只想我 你可能在里面 就睡了 你ちゃんと 想我 把我 轴子掉 哥 我就帮我 你 我 从不 你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吧 进了这镇子 一直有人盯着我们 有什么不对劲的呀 楚大哥 我怎么没发现啊 你没有发现 我们刚进镇子时候 那个脂粉摊吗 有什么奇怪的吗 如果说粗汉买脂粉 可以解释得清楚的话 那么六七个人 挤在一张桌子上吃混沌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那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他们在演戏 可是他们为什么 要这么做呢 我胡万花行走江湖 这么多年 还没见过大白天 就关门的酒楼呢 你去打探消息 就什么都没有探到 谁说没有打探到 我虽然没有进酒楼 但是我在旁边 一个乞丐那里得知 他看到冷姑娘 他们一伙人经过这里 又走了 不管这个回魂镇 再这么奇怪 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明天一早 我们去回魂镇 谁 什么情况 怎么了 少爷 没事 可能是我听错了 你们都提高警觉 明早我们就出发 早点休息吧 是 快 快 掌柜的 掌柜的人呐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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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掌柜的 出来呀 一大早就这么招呼客人 再不出来退闲了 好了 老胡 别喊了 钱昨天已经给了 赶紧走吧 就是这儿 他们就住这儿 走 飞点 这就是你们说的 宾至如归啊 这是大是大非的事情 跟宾至如归没关系 你们这群外来人 个个不怀好心 快把董儿揪出来 免你们一死 你怎么说的 各位乡亲 在下楚云霄 初到宝地住宿一晚 不知道何处冲撞了大家 还请明言 清楚的 别着算了 昨夜我巡逻的时候 看到有人从客栈 去了镇长府 今天一大早 镇长的孙女 土儿就失踪了 你告诉我 不是你们这群外人 还能有谁 胡说八道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 赃赃嫁祸 怎么 仗着人多欺负人是吧 有种出来试试 找死 给我绑了 带回去交给镇长方路 给我上 你杀人 你杀人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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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主帅 别逼我 抱歉 我们也不想伤害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尽是非善恶 喋喋不朽 情字当头 怎教人 欲罢不朽 江湖梢 刀起纵横的刀 千丈抱黄的剑 不如把酒唱歌谣 醉花楼成全爱恨情愁 兜住一万里酒 往事不必回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